轻硬的法性啊 又受了仰慕了 意思就是这个含义 在衣食住上 不要在这上去强制计较家 这个呢 也是说你在出家的时候 佛音你入了佛门之后 在你衣食住行 都往道上会 都在行道呢 这还没出家啊 没出家先嘴巴这些事 现在你出家了 自己把衣服都准备好了 到剃发了 头发一剃 马上又换了衣服了 在家衣服都收起来了 穿了出家衣服了 就是真正的出家 正出家时 当你真正出家的时候 愿一些众生 跟佛都一样的 出了家了 就是佛子了 就救护些众生 佛的教授 我们就是在衣食住行 要淡薄 减少麻烦 这都是晨劳的事情 不要想穿什么想吃什么 这些都不要 都不要去把这个 你的心意 智力 送到这个上去 总的目的是这么一个目标 说你真正的正出家时化 当愿众上 像佛一样的 佛一样什么样 佛就是祝福众上 佛是承到了 承到了目的 就是一个救护众生 除此之外 他别没他的意义 他那个思想里头 只有救护众生 没有其他的想法 而且救护众生时候 又不见众生像 不知足众生的形象 那这个就我们 就用这个智慧力量去判断了 我们度众生时候 就叫见众生像 文若斯林博导教授 我们的煞用其心者 第二句 每个寄送的第二句 前头是四 你无论你干什么 干什么事 第二句 一定当愿众生 把这个四 跟这个礼合 跟礼合 第三句 第四句 就是修 出离了 要像佛一样的 救护一些众生 那救护一些众生 我们的方式 很多了 除了戒学之外 还有会学 还有定学 还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得看这个众生 它是什么根基 随缘 随缘说法 不是 像我们不是随缘 是怎么的呢 要业众上 随缘 法者缘 我要说什么 你就来听吧 这个不是随缘 为什么 没有智慧 不知道众生的 它是什么根基 往往 就是法 我们的戒法 我们的戒法 就是我们现在 在泰国 乃至 在本国西藏 说戒的方式 都不一样 起码在西藏 他受戒的时候 只能一对一 不是等着凑合几十人 或者几百人 才说谈戒 他为这个不合佛字的 佛不是这么说的 佛是单对一的 受戒的 只能对一个人说 不能对几个人 是三人一谈 五人一谈 三十个人一谈 这都是什么呢 这就说 一切法是因缘生量 到这个时候了 这个时候的因缘就入世 这是随缘嘛 虽然不是真实的嘛 假的嘛 假的要想找个真的 哪有的 真的没在这个假的里头 没假 有什么人选真的 因为一假会归真实 假的依赖什么呢 假的一生还是一直真实 真实要这么显现呢 就让一些假的显现 当你没泄脱的时候 是真的 你在烦恼时候 在你病苦的时候 是真的 你痛苦 痛苦是假的嘛 假的不痛苦了 这有一个物 换句话说 有一个明白 有个不明白 不明白啊 都不是真的 明白了才是真的 这就是普通语啊 这样的表现 出家这一段 包括你啊 想要出家了 出家了应该怎么做 最初应该怎么做 你把衣服都准备好 换出家的衣服 把头发 剃落落 不要在语言上执着 剃除虚法 那笔销你有胡须吗 没有整个男性假胡须 好来剃啊 不可能的了 就剃法 就剃法 就是了 那去 去除虚法 酸至比销 而且年龄大一点 二十来岁以上 像我剃除虚法 我拿什么剃啊 我十六岁 我胡须还没长呢 你不能离开四十 对 纪律是讲四十的 学不离开四十 真正要出家了 愿意中上 像佛一样的 佛是谁给他剃的头啊 大家看到 那个佛的出家像 自己拿着头发剃的 而后 每个笔销 佛一给他说 散来笔销 虚法自落 大家看经上 都是这样说的 虚法自落 怎么落的呀 佛用神童来给他落的呀 不是的了 虚法自落是自己去剃 不说你出家了 收你做头的了 你自己去剃头吧 谁给你剃啊 伏给你剃头啊 自己剃 虚法自落 是自己给自己剃 那剪刀脚也好啊 那刀片刮也好啊 那时候可能没先进 没有这样剃的刀 也没有保险刀 那像我们这样刮的流光啊 可能不是的了 那就是刀子 那砍一砍的是 在入山里的笔销 哪找把刀子剃头啊 徐云老和尚 他那头发 为什么痒一点 不止他呀 来过和尚啊 他们在中南山 做大毛棚 一年剃一次 那都很困难了 有拿剪子剃的 有拿什么来 反正刮短一点 就是了 那像我们这么刮了一刀 又刮又刮一刀 我看 我看我们有些个 自己给自己刮 刮的脑口 道都刮破了 这是许法自乐啊 自乐是自己提的 这个主要是让你发谱地线 出了家了 真正佛子 佛子干什么 许佛 许佛什么 赌众生 没说自己 但自己在内了 不是赌众生 他自己没斗 就斗人家吗 他得先一个自己 斗自己呀 因此 在你学法的时候 千万不要执着蚊子 也不要听人家说 人家是帮助你 启发的一散 你自己要散荣其心 张读敬恒品 大家学习 把这四个字 一定掌握住 散荣其心怎么用啊 那学习佛教导 我们怎么用吧 怎么样才算散荣其心 一个发愿度重生 一个发愿成佛 不离开这两个 就是散荣其心 等这样子才开始 开始干什么呢 归佛归法归丧 出家第一步授 得授三规 这个是四众弟子 同时授 都可以授 在家又不散又不业 得授三规 要是佛子 不授三规的 不能成为佛子 必须授过三规的了 才能成佛子 这个三规啊 咱们留着下回讲 本来我想 以前想 在这放假之前 金恒平讲完 看来不可能 我感觉金恒平在华文经啊 他怎么起信心 信中带行 边一信边做 信的就是做 这个对我们这一品对我们说呢 很重要 他说的都很浅 都是我们呢 凡夫身 凡夫弟子 四众弟子 都能做得到的 你观想的深 深入点 而散终其心 观想的浅 也是散终其心 但是特别注重了 心 从这个心 从现在 到你最后 华年学完了 乃至于你 从凡夫地到成佛 就是这个心 就是这个心 修行 修行 行什么呢 行的就是这个心 把这个 梦梦 换抛影的 假法 变成真的 修成真的 把你这个实 把它修成智 我们现在没有方便散终 就是在你修行成道的 散终方便 不具足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散终其心 等你会散终其心了 你修道子容易就快了 修业障也快了 散终其心 关照业障是空的 没有的 就是你妄想执着 你这一执着业障都有了 不执着业障没有的 那就叫泄脱 泄脱就不受束缝了 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假不了 他就把你书法做了 书法做了 就生老病死口 等你又泄脱了 散终其心成就了 生老病死口没有了 那就达到自在了 就泄脱自在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 散终其心 泄脱自在 那就学成了 祝大家们散终其心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丽红地藏 虽帮